大家好,我是Marco,欢迎来到FanBI的功能演示视频 在第一段视频中,我将先向大家演示FanBI的快速功能入门 在随后的系列视频中,我将向大家一一演示FanBI的细节功能操作 在进行FanBI的快速入门演示之前 我想先和大家一起看一下这张FanBI的系统架构图 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日常在浏览器上所看到的FanBI工具产生的BI应用 主要包括智能机器查询、多维度分析、地图、图表等等功能 都是建筑在FanBI的多维数据库,也就是FanCube之上的 而FanBI的多维数据库,又是通过种种数据源 包括业务系统里的数据表、文件格式的数据 以及其他形式的数据,如服务器数据及ETR表等多种数据源 通过数据加转换和数据转换而得来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跟着这张图一起进行FanBI的快速入门功能演示 大家在这张图上看到的就是FanBI的登录平台界面 首先我们登录FanBI平台 登录平台之后,我们根据FanBI架构图 首先让FanBI能够和数据源连接起来 点击数据配置 点击数据连接管理 点击新建数据连接 那么弹出了新建数据连接窗口 我们根据之前准备好的数据连接信息 数据库选择MySQL 之后驱动器已经默认为我们选好 我们把刚刚准备好的URL连接粘贴过来 配置用户名和密码 最后为数据连接命名 测试数据连接 网页上显示测试连接成功 这样我们的第一步工作 也就是完成FanBI和数据源连接的工作就完成了 那么下面我们将进行第二步工作 生成FanBI分析所必须的FanBI的多位数据库 我们点击业务包管理 点击新建业务包 在左侧 列出了我们所有已经连接到FanBI的数据源 我们点击刚刚添加的数据源TEST 在右侧显示了TEST 我们有权限看到的所有的数据表 我将其中我分析会用到的一部分表加入业务包 点击contract合同表 点击下一步 为业务包命名 点击保存 这样我们的新的业务包TEST1就配置完成了 业务包配置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Cube更新设置来生成多位数据库 FanBI的多位数据库不需要进行手动建模 而会根据业务包的内容和关联进行自动建模 多位数据库已经更新完成了 我们根据这张图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完成了连接数据源 生成多位数据库前两部工作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之前生成的多位数据库 制作出种种币业应用了 好 我们回到主界面 选择新建分析 首先我们为我们即将创建的分析命名 点击创建 之后我们选择自适应布局模式 把自适应布局模式调整为自由布局模式 拖入一个统计组件 点击详细设置 这时我们可以在 这个下拉按钮里 看到我们所有的业务包 我们使用刚刚我们 新建的业务包 TES1 这里会有我们刚刚加入的表 Contract 也就是合同表 点击一下 这里出现了表中所有的字段 我们将合同签约时间 拖入行表 将合同的总金额 拖入数值区 随着我的拖入 下边的汇总表会不断自动的刷新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通过两步简单的拖拽 得到了我们合同的总金额 根据各个月份汇总的结果 我还可以点击这里 让它由根据月份汇总 切换为根据年份汇总 我们回到戴士报的上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制作好了一张 最简单的统计表 合同金额 根据年汇总 使用类似的方式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 把这张统计表切换为图表 只要点击一下 住行图按钮 我们就得到了一张 三维的住行图图表 我们把它切换为表格 回到Dashboard界面 这样我们一张很简单的 BI分析就制作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要把它发布出去 回到主界面 点击系统配置 报表管理 选中一个节点 点击添加模板 在下拉框中 选中我们刚刚制作的分析 为它命名 点击保存 我们回到这个demo节点 检查一下 刚刚的分析 已经被我们发布到这个节点上 打开这个分析 我们刚刚制作的分析 已经发布成功了 回到 翻BI应用架构图 我们可以从图上看出 虽然我们刚刚的快速入门演示 很简单 但实际上 我们已经经历了 数据源连接 数据加载转换 制作多余数据库 发布BI应用 一系列流程 好 我们BI的快速入门演示 就到这里 我们下转换了